我坐在这我觉得很尴尬 就是 虽然我觉得选手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是 其实王总 您也不应该把老东家的评价就这么讲出来 我觉得就是 这个伤害我觉得有点 真的有点 其实对他的伤害太大了 你解读一下你的PPT吧 这是过往在猎头公司的一些业绩情况 19年是出来创业 然后整个的一个大概的业绩情况 17年是通过从实习顾问到猎头顾问到自身顾问的一个蜕变 个人业绩是80万左右 一年连续晋升三级 然后加薪三次 18年的话是任职team leader 大概团队管理幅度是10到15人 团队排名的话业绩排名是number one 19年出来创业之后 去年的营收大概在80万左右 第二道的话是 当我辞职创业之后 我的老东家对我的一个邀请 请你这么孟然 你这个感受上我特别不好 一个对你这么友情有一个老东家 你要另起炉照开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 竞品公司 然后你还同时把老东家对你的挽留 展示出来体现你自己的能力 体验老东家对你的认可和信任 我觉得这一点做特别差 是这样的样子 我对老东家是非常感恩的 因为无论说从辞职创业到现在 我的老东家一直都非 都是在各方面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我对他们是非常感恩的 但是确实是有点意外 因为当时有改动过 就是后来没发的 还是发发成了 那孟然 我接着那个杨总的问题问啊 你创业的时候 你的资源跟老东家有关系吗 创业资源的话 因为在离职的过程中 有跟老板提 老板说客户资源要做好交接 但是后续的话 自己也可以带走一部分 你说你的上一家东家说 你可以带点客户走 上一家东家可能讲这种话吗 我可以跟你老板很熟啊 真的有讲过的 我就想问你一点 虽然你刚才说 PPT当中的最后一页对话 你本来是想删掉的 但是说明你一开始 也是想放在里面的 对吗 最开始是想放的 但是感觉不太合适 因为本身猎头的话 对于就是这种私密感的话 是有机会的 所以说后续有删掉 不管最后到底是谁 要把它删掉 还是没有删掉 总而言之这种动机是不对的 这个确实不对的 这个我承认 然后另一个 而是想说上一段 各位企业家有知语 有没有带走客户资源 想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运作模式 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小的猎头的一个运作模式 而是最初的 最初出来创业的话 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是希望所有的这种 已经离职的猎头 然后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然后自己签约客户 签到我们的平台上 然后如果说自己做不了职位的话 我们再找一些其他的这种收户猎头 在这种平台上做 所以说并不传在我们带走老东家的客户资源 之所以运作快能的原因在于 说实话还是资金的问题 没有资金去研发这样的系统 只能通过这种社群的方式 通过微信群去做这种链接 我给你的老东家呀 刚刚还真了解了一下你 要背景调查 他说的原话是 说这个孩子的脑子 跟别人不一样 哈哈哈哈 请问你如何解读它 是包还是扁 其实 蛮不错的 你觉得是一个包吗 这个属于中性吧 中性吧 其实我我觉得刚才王总啊 说了那个老东家的那个话 如果我们把他当成职场行商课堂 来解读的话 我个人听到的 我会觉得这个企业家 我们这个老东家 真的是有胸怀很包容 有关键的他就是这个孩子 你发现没有 其实老东家对他还是挺挺好的 非常有胸怀 我觉得离开老东家 可能真的是你的一个大损失 其实我坐在这 我觉得很尴尬 就是 虽然我觉得选手 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是 其实王总 您也不应该把老东家的评价 就这么讲出来 您 我觉得就是 这个伤害 我觉得有点 真的有点 其实对他的伤害太大了